我們今天講一下Massari 虛幣市場的2022年的報告 全篇都有十個 chapter 以我印象當中 我們今天主要看一看它第一個 它就說這個機構的信任度已經崩潰 我們為什麼會看這一篇呢? 究竟你是否一個千禧年代出世的人 看看會不會憑著買一買虛擬貨幣可以發達呢? 你是不顧後趕花錢 還有就算有些內幕消息 它交易也不會受到懲罰 如果你是一個平民主義者 其實你都很不滿意華爾街的惡行 包括其實就是在說 雖然它沒有說 應該都是在說2008年那個雷曼 有些人是負責搞了這一輪的雷曼爆煲 但是都沒有受到懲罰 其實香港都有這些新聞 好像你看回當年這個是 好像是2009年的報道 那就是你看到那些人是很不滿 就是沒有盡責這樣向顧一下披露 以及解釋產品的風險 但是呢 最令人失望的是 銀行本身和那些管理層是不需要受罰的 所以這個才是令到那些人不喜歡那些 或者不再信任的機構 那你見到呢 一個就是另一個投資機構 A16C的PowerPoint 就是究竟現在 那個信任程度是怎樣的呢 那你見到呢 這裡就是那個能力 這裡就是能力沒有那麼高 那你會發現呢 就是 信任度 或者是道德比較高一點的那些 就是NGO 但是 有能力的 但又信不乎就是 那些 那些生意人 就是生意的部分 那 什麼都不是的時候呢 就是媒體 再差一點就是 政府 那 他這裡說 當然你可以三樣東西都不是的 就是純粹可能好像 炒一下狗狗幣這樣 看看會不會突然 賺到快錢這樣 那 但是無論怎樣呢 你都是一份子去 做到一個氣氛呢 都是掀起場去中心化的 那些 信念的 而這個Web 3.0呢 也是 替代現在那些在衰敗的機構的好的方案 那他對於 2020 2022年的預測呢 就是 一切呢 只會變得更差 除非他們可以 是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 那第二個呢 就是 通脹會維持在5%以上 那 有些呢 其實就已經 發生著 就說加息 導致那些成長的股票 就下跌了 那這份東西 其實呢 是2021年的12月頭 那 那 現在已經2022年的年頭 那你見到很多 那些股票呢 都 跌了下來 好像Netflix那些 那些 那他說呢 在中場線來說呢 對於 這個 虛擬貨幣的市場呢 都是 危機細乎 那 就 很多用戶 可能會被剝離 還有 那些 金融機構 和銀行政府 都不太喜歡 這些 和虛擬貨幣有關的公司 那可能呢 都會審查他們 那大家 看來 我們來看 那些 都不太喜歡 我們來看 那些 都不太喜歡 我們來看 那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